大家好,欢迎来到水批钓鱼 前两天有个朋友跟我讲 钓调温鲁鱼好像蛮难的 其实我们如果掌握了规律 钓调温鲁鱼并不难 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钓不到调温鲁鱼的五大主要原因 那么钓不到调温鲁鱼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时间不对 调温鲁鱼跟人一样 它有个饭点,就吃饭的时候 我们要钓的就更容易 那么什么是调温鲁鱼的饭点呢 首先一个 我们背后这个就是切实必备 那个水必须是动 水在流动 如果是水是近的 就是平潮的时候 调温鲁鱼一般很少咬口 那么哪个时间段钓调温鲁鱼最好呢 我给大家简单画个图 一般呢 这是一个潮溪 高潮 高潮前的差不多三个小时 这个时间段 也就是涨高潮之前的三个小时 是一个最佳的 与摇口最多的那个时间 那么这个呢 基本上大家都是公认的 那么第二个时间段呢 可能有很多人可能不同意 但我个人感觉我钓了调温鲁鱼大概已经差不多二十多年了 我第二个感觉就是这个时间段 高潮之后差不多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开始 我觉得这两个时间段 这是No.1 这个是No.2 这两个时间段是钓调温鲁鱼最佳的时刻 也就是他们吃饭的时间 那么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如果我们往上查的那个tie table这个涨潮落潮的时间呢 跟我们具体的吊点呢可能有差 有的时候呢还差的蛮多 我给大家讲 举个例子吧 我去Ocean City那个五十号公路那个桥上钓鱼 那个桥离那个Ocean City的英类呢 只有最多也就一个麦 一个麦多一点点的距离而已 但是他那个讲的那个 往上查到Ocean City的英类的高潮时间 和桥上的高潮时间呢 要查整整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查到某个地方的高潮是 比方说是十二点钟 你到了那边的时候呢 你看看手表十二点的时候 它是不是高潮是不是水平呢 如果你看一看它的误差有多少 下一次去呢 我们就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你想要钓的那个钓点的高潮时间 那么有可能的话哈 如果这个时间段 这个高潮这个时间段出现在晚上的话 效果会更好 因为晚上这个条纹鲁鱼呢 经常会到潜水活动来捕食 所以对我们暗钓的朋友来说呢 晚上的这一段时间是我们的首选 我们可以看一个视频哈 那个地方那个水啊 水深只有一米 也就是三尺左右的那个水深 白天是不可能钓到条纹鲁鱼的 但晚上还是很多条纹鲁鱼在那里 你看这地方也没有哈 这地方水比较浅 但是呢可能这个stripe呢 晚上的时候可能会到潜水来 我们吃一下啊 here we go here we go 不错我的所料 那么钓不到条纹鲁鱼的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地点不对 钓鱼的那个钓点呢 有可能比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时间呢 更加重要一点 那么什么地方出现 条纹鲁鱼的几率最高呢 那就是条纹鲁鱼旅行的那个highway 它的高速公路 还有条纹鲁鱼吃饭休息的那个酒店 所谓的条纹鲁鱼旅行的高速公路呢 就是这水下的那些深的沟和那深沟 和一些水下的人为的航道 我画个断面图哈 如果 海面上 断面上有这么个小的深沟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 这个人为挖的一个航道 那么这种深沟的这种地方呢 这种地方 还有我们挖的航道的两侧 航道这一侧或者航道的这一侧 条纹鲁鱼出现的几率呢最高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说了 我们在岸边怎么知道航道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我们还是有办法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水面的话 能够做出一个百分之八九十的判断吧 我给大家看两个小的视频啊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 看到这个画面当中有一部分的水的颜色 颜色特别深 有这么从左到右这么一条 那么这个地方呢 刚刚挂过大风那个当那个水呢非常的混 然后我们发现在涨潮的时候呢 它中间有一股水的颜色呢不一样 这呢就是从下游涌上来的水 就说明这个深岩石的下面呢 是一条小的那个比较深的沟 水都从这边涌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水流就比较急 这是下游的水 说明这就有航道 这里就有雨 大家没看到这个中间那部分的那个水 有很多白色的泡沫 我们叫它白水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显示 它底下有一个水流比较急的地方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我们看这个左边是有个灯 右边也有一盏灯 说明这下面就是一个航道 所以我们在这个水的表面上 有的时候仔细观察的话 也能看到大概水下的情况 所以你要看到有这种白色的 水在那个泡沫 在那个水面上漂的有这么一个长条的 那下面呢 多半就是一个航道 或者是一个channel 一个深的沟 这种地方呢 往往有比较多的雨 尤其是那个条纹鱼 那么调温鲁鱼吃饭休息的酒店在什么地方呢 那就是我们经常钓鱼的那种河口 防波堤 还有那些大桥的桥墩下面 这些地方小雨小夏特别多 那么调温鲁鱼呢 还会选一个比较省静的地方 我给大家具体的解释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是一个point 或者一个石头的结构 我们的水流从这边上来 潮水在这涨 潮水涨过来的时候呢 在这边一个point就碰到了阻力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相对的水流就比较缓慢 这个地方鱼要呆着就比较省静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调温鲁鱼要呆在非常省静的地方 不费很大劲就可以呆着 而且有食物 水流过来 带了很多小鱼小夏过来 它在这边又可以ambush 又可以逮到它的食物 又轻松 又可以吃到食物 这就是所谓的 酒店 乔温鲁鱼喜欢呆着酒店 如果这是一个桥墩 也是同样的情况 如果水流过来 碰到桥墩 水流就往两边走 那么这个地方 乔温鲁鱼就比较多 如果这边一样 我也是画个小叉叉 那这些地方呢 就是调温鲁鱼 经常喜欢待在那里的那个酒店 我们有了高速公路 有了它的酒店 找调温鲁鱼就变得比较容易 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吊点 到了这个point 其实这个位置 就是你往哪个地方甩 也是非常的关键 如果我们人站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人的位置 鱼是在这个方面比较多 如果你往这边甩 那你上鱼的几率 肯定要少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不光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 一个吊点 然后往哪个角度甩 都得根据当时的那个具体的水流情况 我们才能来做出正确的判断 那么钓不到调温鲁鱼的第三个主要原因 就是你的鱼饵不够新鲜 我们好多朋友 或者是刚开始钓鱼的朋友 一般都用鱼饵来钓调温鲁鱼 那个鱼饵的新鲜程度 是相当的关键 鱼一般是靠它的鼻子 就是闻到那个鱼的味道 才follow这个东西来吃它的食物 所以你那个鱼饵不新鲜的话呢 那个鱼就很难找到你那个鱼饵来咬你的鱼钩 那么鱼肉呢 我们一般有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我们现成钓 钓上来的肯定就是新鲜 如果我们才在那个鱼店里边买的话呢 尽量不要买frozen 如果有新鲜的就是那种冷藏的好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 你那个鱼饵那个切的鱼块 那个肉呢不能把它那个肠子都去掉 我们要整块留着它的那个肠子 血都留在一起 这样的话它的味道就更重一点 那么有一个小的tip啊 就是你这个鱼饵不能跟冰放在 就不能放在冰里面 要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然后盒子外边有冰 不能换一句话说就不能碰到水 一碰到水了以后味道就到水里面去了 就冲淡了很多 所以你要原汁原味的那个鱼块丢到海里 然后在海里边慢慢的散发出来 这个才是一个最佳最佳的 把切好的鱼块或者虾或者是其他的那个被 或者是我们pila crab 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面 盖子盖起来 冰放在它的外头 用这个办法保鲜 别把那个冰直接就把那个被放在冰上面 那么为了给这个鱼肉增加更多的那个味道呢 我以前几个视频里面可能也提到过 我们可以给上面如果是鱼肉的话 稍微加一点点盐或者加一点点味精也有帮助 那么第四个主要原因掉不到那个调纹鲁鱼呢 是我们那个沉的不够深 尤其是我们用加尔标那个调纹鲁鱼 调纹鲁鱼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呢 都是bottom feet 都在水的最底层 所以我们那个加尔如果说丢到海里的话呢 make sure你感觉到接触到了底了 触到底以后呢bounce 碰到底了上来 下来又碰到底又上去 用这种波浪型的在底下跳跃的那种方法呢 吊跳纹鱼 它的咬口率可能会高 高很多 那么如果你用那个bake的话 如果用那个鱼肉钓的话呢 那肯定就要沉底 那么那个吊主呢 我有一种建议的吊主 沉底吊一般有两种吊主 给大家这边简单化一下吧 沉底吊一种就是上下的 下面是个千锤 这是个钩子 这边画个鱼钩 然后这边又挂了鱼钩 另外一种呢 是一个egg shape 这种slided away 这个可以移动 中间是个孔子线 可以穿来穿去 这是主线 一个八字环 我们下面再加一个钩子 再加一个钩子 我们这边穿一块大的鱼肉 这也是穿个鱼肉 穿个鱼肉 我非常就说 建议呢 大家用这种来钩 调稳如鱼 什么原因呢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圆钩 那个circularhawk 如果这种钩子 你鱼来咬的时候 一有阻力的话呢 这钩子就从鱼嘴里面拖出来 它永远不会set uphawk 永远挂不到它的嘴里面 这个有个什么最大的缺点就是 我们如果水流很强的话 这个可能是一个三个盎司 两个盎司 甚至更大的那个千锤 在这个上面 如果它猛一拽的话 这个阻力很大 如果这个鱼一咬住 这个鱼肉 趴一拽 很快 它咬的鱼肉 可能鱼肉拉走了 钩子就留下来了 它不容易set uphawk 这个相对就没有阻力 这个它就是 咬住了以后 它一拉 这个是一个活动的 所以线可以跟着拉走 所以 这个鱼钩子 进它的嘴里的时间比较长 非常 高的几率呢 它就挂了它嘴上去 所以这两种钓法 这个是 效果要好很多 那么第五个 上不了条纹鲁鱼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钩子不够快 钩子不够锋利 还有我们这个滑轮那个压力set uphawk 我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哈 这个 这个 这种钩子哈 你make sure 钓鱼以前呢 你在指甲上滑一下 一滑以后 你make sure 你指甲上有一条白的横线出来 如果没有横线 没有一条白的线在你指甲上面 那就说明这个钩子不够锋利 那么 这样的话呢 如果鱼来咬的时候呢 你比较容易set uphawk 那么set uphawk的时候呢 你这个滑轮的压力呢 要调得正好 不能太松 当然也不能太紧 我讲到太松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这猛一set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那个滑轮拉动了 那这个时候什么意思呢 如果一旦这样滑动的话 就说明这个上面它就松开了 它本来应该跟着走 然后你这上面一松呢 等于它就没有拉紧 这个鱼就没有砸进去 鱼一旦有感觉 但又没砸进去 它就嘴巴张开就吐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也上不到鱼 最后我们小结一下哈 五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掌握正确的钓鱼时间 高潮前的差不多三个小时 或者是高潮之后三个小时以后 最低潮之前的三个小时 是一个最佳的钓鱼时间 我个人认为啊 第二个就是要找 乔文鲁鱼的旅行的highway 航道或者是圣沟 还有一些它的旅店 吃饭的地方 休息的地方 那就是打了桥墩啊 防波堤啦 或者那种point啦 inlate啦 之类的地方 那么第三个 我们那个鱼饵必须要新鲜 不要把鱼饵直接放在冰里 或者冰水里边 make sure用个sip袋装起来 不让它直接碰到水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make sure我们的要沉底 要沉得足够深 再增加一个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我们如果用甲耳这样钓的话呢 往往新手的话呢 速度太慢 那种调文鲁鱼 追赶小鱼的速度很快 小鱼逃命的速度也很快 我们不要太 gentle 拉的时候得有一定的速度 这个也会trigger 就刺激那个调文鲁鱼来追赶的鱼儿 稍微应该比一般人都会比较慢 尤其是初雪的地方 好 最后面一个呢 就是钩子要sharp 钩子要尖 那个滑轮的那个压力呢 要调得比较合适 OK 那么我们就是这个五大原因 加了增加刚才那个5 plus 1 速度快 OK 那么今天我们暂时就讲这么多 希望呢跟大家调调文鲁鱼呢 有一点点帮助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